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所会应用到的题目的类型会比较的广泛 那么在今天所考察题目当中会用到这样的几个小的知识点 我们稍微来一起回顾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进入的就是大海老师的传功时间 那么我们要先来回顾的第一个小的知识点叫做位置原理 相信这个知识点对于大家来讲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 那就是把一个多位数用它的数位和数位上的数字来结合起来表示数的方式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位置原理 数字和数位结合起来表示数的原则叫做位置原理 那么我们以一个例子为例 比如说以一个六位数ABCDEF 那么它可以写成的就是A乘以十万加上B乘以一万加上C乘以一千加上D乘以一百加上E乘以十再加上F 那么用的就是它数位上的数字和它这个数位来进行表示 对吧 各位表示的是几个一 十位就是几个十 百位就是几个一百 几个一千 几个一万 几个十万 好 接下来第二个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就是我们因数倍数当中的短图模型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收容课程当中也是做了非常重点的介绍和讲解 那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 如果呀A和B这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是M 那么这个A和B这两个数除以M之后得到的伤是小A小B 那么大A大B可以这样表示 并且小A小B是互制的 那么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就可以表示成M乘小A乘小B 那接下来就可以得到两个很重要的关系数 第一个就是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与最小公倍数的成G 等于这两个数的G 第二个就是最大公因数是这两个数 以及这两个数的和 这两个数的X和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的因数 这些通过转出模型都是可以能够很容易的证明出来的 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我们同学要讲我的内容 也是因数个数当中的 因数倍数里面的就是因数个数定理 那就是用来如何求一个数的因数个数呢 先把这个数分解至因数写成标准式的形式 最后一定要记得的就是这个字 把这句话指数加1连乘 好了 各位同学 这些字典都是以前的课程当中详细讲解过的 那在这里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回顾 怎么样你都想起来了吗 好 好 好